欢迎光临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整车郭忠 Luna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数字权好了 来我先喊一下 10 我居然输了 今天好像有个数字权的交易法 102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题 投资必修课 我们今天看的标题是 熊市开心库 强返弹密码 就是2010 2010年过了吗 2010 2010 这个我知道2010我很熟悉啊 因为就是我出生的年纪啊 好不好 真的吗 我出生之足胡卫胡啦 请教三位胡胡胡 第一位重量级分析师林一凯分析师你好 2010年才出生 你现在是小学生 对 因为这熊市就是要抢反弹 今年都得了6000点还不抢反弹吗 怎么抢 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好好 这气势很凶喔 另外一个也是什么样 娘子军出生的空降小甜心 Amy 陈雅琪分析师 你好 雅琪老师 哈啰大家好 我是你的空降小甜心 Amy 老师 好 Amy 老师 还是看起来 这个行情还是很空啦 所以 今天找他来解释一下 最主要是主讲分析师 第三位是 陈维泰分析师 维泰哥好 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刚刚进攝影棚看到 Amy 老师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冯元真来的 对 因为他乍看之下 有点像那个隐姓冯元真 有没有 老师你这个太扯了 我不行接受 你是要把没把这样子 你自己要努哪像冯元真 你看雅琪在笑那么开心 你说声音有像 冯元真是谁 冯元真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201年出生的 哈哈哈哈哈哈 翠凡吧 冯元真凡是谁 哈哈哈哈 冯什么 冯能必凡啦 没有啦 我是冯元真以前叫小林志玲 这样话也是 爹爹的 欸欸 我跟你讲 你有对手了 有比你讲话还爹的 小心一点 我讲话本来就不爹 算爹的啦 算爹 只是跟雅琪比一下 算更爹 就把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 只见新人校 不见旧人窟 好难过 就变旧了 就救我一下 韦太老师上来一下 好我们请韦太老师 老师熊市开金库啦 抢反弹密码 就是201 老师你说 漂亮啦 你说 好 其实熊市要如何去抢反弹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因为他是在用这个 逆势操作的一个心态 去做一个这个操作 但是既然是要讲到逆势操作 那就要知道如何去使用乖离率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乖离率的操盘法 好 乖离率操盘法 老师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 但是网友都在挖 什么反弹呢 嘿 阿伯你怎么不走 阿伯 阿伯你怎么不走 阿伯 我想走 我想走 脚麻烦了 想走 对 现在很多的一个同志朋友 现在都没办法走了 因为其实第一个要套太深了 现在卖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卖不下去 所以就干净的不走了 那不走呢 其实对于市场的一个成交量 可能就会持续的萎缩下去 这就是现在台北股市目前 最尴尬的地方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个 股票已经重跌 或者短线上面 集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情境之下赚到钱 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 关利率的一个部分 好 关利率的部分 是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利率的定义 就是 跟用这个股价 股价跟这个均线的一个距离 作为基础 叫关利率 在关利率 在公式在这边上面 叫做收盘价 减掉均线的一个这个值 再除以均线的值 就叫做关利率 老师我们直接看线好不好 我们随便来一个基础线型 看大盘基础线型 好不好 大盘跟季线的基础线型 老师 关利率怎么看 就这边嘛 对不对 对 如果我用从刚刚的一个定义来看 就是这个 股价的一个位置 就这段 对 跟这个均线的这个距离 如果说它很大的话 就代表它的关利率很大 那如果说它的关利率过大的话 很可能就会出现跌势的反弹 这就是关利率的一个基本用法 好 这是关利率的基本用法 好不好 这些一段好不好 所以 关利率 来 以股价和均线做一个基础 一看就知道嘛 这很明显 那关利率越小 离居线越近 是 那关利率为什么很重要 老师听说因为 好像换句话说 关利率感觉是跌升比例反弹 涨多比例跌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人类一个交易行为 当股价跌升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多的人愿意进场去做一个低接动作 当进去低接的买盘多了之后股价就会出现反弹 相对的当如果说股价涨得很快很凶 那么这时候呢想要卖的人也会变多 那这时候呢因为卖压的增加会导致股价拉回 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关利率来讲就是 看到下面这一段 如果说当股价在均线之上 而且是距离均线很远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正乖离 而正乖离一旦过大 那就很有可能在短线上面会看到股价的拉回 反过来如果说股价跌得很深了 这个股价距离这个均线的距离啊 很大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负乖离 那负乖离一旦过大也很可能会让这个股价出现跌升反弹 好有机会出现反弹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老师来 好 那刚刚这样讲的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很重要很重要 可能是这一集里面最最最最重要的地方 听完就可以下课了吗 不行要看到最后面 好吧 好我们看右边 这个我们讲关利率要很大 关利率要很小或是怎么样 到底什么叫做大 什么叫做小 对不对 好 如果要看关利率的话 必须要先把我们所看的这个标的 要分成两大区块 一个是大型股跟全支股跟尺寿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属于中小型股 因为这两个族群呢 他们所适用的 关利率的参数是不太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首先在大型全支股跟指数的部分 他们在参考的一个均线来讲 我们可以看三条线 你可以看月线 你也可以选择看季线 你也可以选择看年线 那么股价跟月线的一个距离 如果说来到了正负5% 也就是关利率达到5%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短线上面的一个 就是反弹或者是涨度拉回 OK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用季线来看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当我的一个这个股价或者指数 偏离的这个季线超过10%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短线上会出现 反向的一个拉回或者是跌升的反弹 那如果说我们参考的均线 是以年线来看的话那就是 如果说这个股价跟指数 距离年线超过20%的一个 就所谓的一个距离的话 那很可能也会出现短线的指令跟反弹 好 老师我们总结一下 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参考均线如果越长的话 你的那个那个 乖离率越要越大 才有机会反弹 因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你拿五日线 因为五日线就是前五天的K线嘛 本来就是跟K线亦步亦趋的 是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大盘这个K线图好不好 来 老师你看这个我们好像是 是 月线 就离K线比较近吧 就不会太远 不会太远 所以你离K线再近 你可能 就是你的乖离率的标准上不一样 你这个季线你看 就会比较远嘛 因为它的K线 越多均线 越多的K线的平均 越多 你有时候离这个 最后一根K线的 误差会比较大 是的 所以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这个要记起来 大家可以截图拍照把它拍起来 拍起来 当做日后这个操作时候的一个参考 好 是你那根中指有展到月了 好 不是不是不是 值得值得 对对对 收起来收起来 太长了 老师好 这样截图好不好 好 谢谢你了 我们看下一个老师 好 除了大型全资股之外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很喜欢操作中小型股 对不对 中小型股也有它的判断的原则 首先 在月线的部分来讲呢 基本上呢 如果说股价 偏离月线太大 超过10%的话 那很可能就短期上面会出现拉回 或者是跌升反弹 是 正负喔 对 比如说我在月线之上 我涨多就会拉回 月线之下 10% 跌多就会反弹 对 好 那如果说我们参考的 均线是以季线的话呢 我们就会以20%当做它的一个短线上面拉回 或者是反弹的一个判断依据 那反过来如果说是用年线 来去做一个参考的话 就是以40% 当做这个股价会出现跌升反弹 或者是这个 涨多拉回的判断依据 好 然后涨多拉回的判断依据 然后是我们来看下一个 来 乖离率 好我们直接来 用2303连电来跟大家来去做一个说明 当时呢 连电呢 从15、6块钱的时候 一路往下做走跌 走到最低点来到13.1元 好同时呢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叫做乖离率的部分 乖离率呢 也一直去往下出现一个所谓的走低 一直走到这条绿色的线 这是什么线呢 就是我们刚刚画的 就是10%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负乖离的一个临界点 所以看到 当这个负乖离率来到-10%之后呢 果然 这个联电的股价就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下引线 甚至开始出现止跌 止跌完之后还往上持续的走高 一直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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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走到哪边 走到 当它的股价一直走走到这边 是 我们看下面的地方好了 股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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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第一段这边 它有点接近这个所谓的乖离率证实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出现短线的震荡跟拉回 是 然后再一次再往上做冲高的时候 哇 这次真的是突破了什么 10%的一个门槛 是 然后股价就出现从17.5% 批啪批啪跌 一口气跌回什么 15.5%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好 所以这就是利用这个联电 它的一个股价 跟它的一个季线的一个乖离 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分享 好 这季线乖离过大 好不好 老师我们来看下一个 老师 那加权指数的连线乖离 对 大家可能都会很关心 那现在 加权指数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过去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 是 之前在8523的时候呢 它的乖离率曾经来到什么 -20 是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它的跟这个均线 出现20%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出现很大的一个负乖离的情况 然后股价呢 指数就开始往上去做一个走高跟反弹 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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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直到什么地方 一直到这个地方 开始出现震荡 为什么出现震荡 原来是因为 这个时候 它的正乖离率来到什么 正20%以上的 难怪会有很多人在这边想要卖股票 那卖股票人一多股价 就会出现拉回 OK 这就是在 这个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 好 加权指数的这个部分 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 现在乖离多少是 对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现在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加权指数 从18619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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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跌破12682之后 发现到 哇 它距離這個均線的一個乖離率 又已經來到了接近-20的地方 是應該超過了吧 有點玩笑 它又有點超過了 超過了 這邊是-22.8 考試力了 -22.8 哇 很多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隨時有準備會出現反彈 所以現階段呢 千萬不要在這個地方 隨便去空氣 砍在阿呆股 對 不要隨便去空氣 就變阿呆了 尤其是現在政府啊 積極在去做這個限空令 做空其實有一點點 這個我們想想想 民不與民 民不與關凍 是我的想法一樣 怎麼辦 我們兩個越來越默契了 糟糕了 哎呦 我太有榮幸了 除了你說那個 空降小甜心有點像馮媛珍以外 我不能認同 不然 Amy怎麼辦 那個馮媛珍很漂亮耶 但是你也算有氣質 只是我覺得兩個不一樣的好不好 老師來看一下 下一個 財經界的 馮媛珍嘛 你感覺你覺得蠻看好他的齁 我蠻喜歡馮珍的 你真的蠻喜歡馮珍的 聽得不很開心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齁 那個 他有真 他叫我幫到上面寫 真男友 好不好 他叫我幫他寫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真的齁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從剛剛的聯電 還有價錢指數的例子 可以大概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 短線的技術面指跌 可以有三大訊號可以做參考 反彈目標就先看季線 首先第一個 當我們這個股價出現就是這個 跟季線的乖離率 來到-20%以上的時候 很可能就醞釀隨時要出現指跌跟反彈的條件 那如果同時這個時候KD也在低檔 大概20以下的話 那更有具備這個所謂指跌跟反彈的機會 而且呢 同時他的股價往上做反彈之後 站上10日線 那更是一個有 這個更是一個 比較明確的一個買進訊號 記起來喔 60日線嘛 乖離率-20% 好不好 就是20 就是20 20為標準 超過20幾23 就算多了 小於-20% 其實是說 可能-23 24-27 這樣子 KD出現低檔動畫 股價上升10日線 這很重要喔 會買要賣 賣呢怎麼辦 好 情況一就是 如果股價反彈不如預期 就是他可能只有止跌而已 他可能只有修正這個過大的副瓜里 他並沒有出現強彈 那這時候如果說股價 反彈個三天四天 彈不上去了 又再跌回10日線的話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 先去做一個出場 好 那如果說很順利的話 股價一直往上去走高走高 而且守住10日線 延正10日線往上去走高 那有可能反彈到氣線的時候 這時候呢 反彈到氣線先減碼一半 就是畢竟我們當時是 用逆勢的方式 我們去逆勢承接跟操作搶體 碰到這個氣線 一定會有震盪跟拉軌 這時候我們先 可以先做一個 一半的獲利了結 然後剩下的一半呢 就等到它震盪震盪 如果一不小心 又重新跌破10日線的時候 我們就把剩下一半除掉 好剩下一半除掉 這告訴你情況 所以要買也會 也說會買是師 會徒弟 會賣 買股票的是徒弟 會賣股票的是師傅 師傅啊 所以老師你徒弟師傅都擔過了 好老師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漢訊 正漢的反彈 怎麼看 好 漢訊呢基本上就是這個 小心股嘛 小心股 是 看到它的一個這個 管理率你看 你看 它這個之前呢 管理率 跑到負二十的時候呢 剛好是在股價最低點的時候 然後開始股價距離跟反彈 管理率也開始往上去做走高 走高 走高過程當中先突破了10日線 代表它怎麼樣 代表它真是 真正要出現這種所謂的 比較像樣的反彈 那這時候可能可以先做 短信上面的買進 那買進之後呢 骨價彈到 季線之上了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可以先做一半的獲利了結 那同時呢 看它的低檔 副管理在二十Percent的時候呢 它的KDG也在低檔 是 等於是兩個指標 都同時出現買進去 像這樣子的一個個股啊 我們在做操作的時候 其實勝率會比較高 勝率有機會變比較高喔 老師那除了這個啊 我剛才數之前我跟Runa玩的 10 20 你知道喔 我們在Re稿的時候 Runa就要問我一句話 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10 20 是什麼東西啊 我是老人家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我知道 只是我不會玩 你知道是不是 好好好 我也說 十二十是老人家玩的 嚇死我了 你可以請育凱老師教你 育凱老師 他應該很樂意的 我不會耶 我是2012年才出生 你2012年是不是 是你比我Yuki兩歲對不對 對 稍微小你兩歲 好 老師你鼻子有沒有看到 變得又挺又長 我鼻子本來就很長啊 很挺 我兩個小八卦 真的跟你講說老師瘦的時候 他 育凱老師瘦的時候鼻子很挺喔 那像劉德華的鼻子 結果你知道嗎 他就把他Line的那個貼圖改了 就是他瘦的時候的鼻子 你知道嗎 現在也是瘦的啊 你現在也是瘦的 對啊 好吧我們下一個不然忍掉了 我們看下一個來 這2010戰法是什麼 好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乖離率小於20 然後呢股價佔商十字均線 就是所謂的20跟2010戰法 對對對 所以以後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的乖離率看到 跌到-20之下的時候 然後指標也出現在20以下的時候 這時候隨時留意 他的股價 是不是能夠成功佔商十字均線 如果能夠成功佔商十字均線 代表短線多頭反攻成功 那他很可能 會有另外一波的一個反彈格局 好 有另外一波反彈的格局 好不好 這個是2010的戰法 好不好 看下一個也是2010戰法 1020老師 好這個是2368的金像店 也是一樣 股價跌跌跌 等一下什麼時候才可以買 我們先看到 第一個 他的負乖離率來到了20%以下 是 這時候呢KD 也出現在20的附近了 是因為這個對過去是20嘛對不對 對 綠色的線是20 所以只要 這個乖離率跑到綠線之下 就隨時留意他的一個指跌訊號 好 所以KD也出現第一檔動畫嗎 對 然後股價呢 往上突破了十字均線 就代表他有機會走出一波跌一個上漲 好老師 20 這賣出價就可以賣兩次了 老師怎麼賣 對 我們剛剛說到 這邊買進了之後呢 如果碰到第一次 碰到了季線 我們可以先獲得了結一半 所以說 我們10.2塊買進的話 第一次賣出的價格是12.5元 那第二次賣出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當股價震盪震盪震盪 一不小心跌破十字線 我們看後面的一個地方 一不小心跌破十字線的時候 我們就做 有把剩下的一半 去做一個賣出 這時候可能賣出 12.1元 所以我們去算一下 我們的賣出的均價 12.5加12.1除以2 平均賣出的價格是12.3元 是 那扣掉原本的一個買進價格 算出來我們的獲利率 大概就是20.5% 20.5%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第一次賣出 第二次賣出 哇也不錯 對 有買有賣 老師怎麼看20實戰法怎麼看 好 再來3035的資源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投資票 也非常關心 因為之前 去年是屬於這個投信任陽股 是啊 那我們看到這邊也是 所以法說也說不錯啦 是的 的確還是不錯 EPS還是有持續成長 OK 好再來看到它的一個 乖離率的部分 這個紫色這條線也是跌到了什麼 跌到了綠色這條線之下 代表它進入到了就是所謂的一個 隨時準備止跌跟反彈的一個訊號區 然後這時候呢 KD剛好從低檔往上做交叉 在20附近往上做個交叉 交叉 低檔這邊有交叉 低檔跟黃金交叉 交叉起來混在一起的就是了 是 交叉在一起 然後你說 然後股價呢 反彈一兩天 你可能還沒有信心對不對 可是後來它這一天往上出現突破 帶量往上做走高 正是突破了十字均線 突破十字均線 突破十字均線叫買 買在十字均線 然後跌破十字均線也要買 對 是不是 因為已經墊高了 所以一來一晚總共 老師多少 看一下數字 21.2% 買進的平均價格假設在155的話 第一次賣出的價格在189 第二次賣出的價格在187 降加起來平均就是188 好 所以呢 買進155 慢出188 總共的獲率大概也是21.2% 好 21.2% 老師那最後我們結論怎麼看 我們今天說一下 好 結論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一張表格非常重要 好 好 好 就是大型股全值股 我們參考的均線跟他相對應的 乖離率 他們的鼻子 不太一樣喔 你要參考一下 對 大型股因為乖離已經 有一點點乖離就很誇張了 對不對 是 那中小型股 50 20 對中小型股呢就是一樣 月線季節跟年限他們 乖二啦 10 20 40 月季年 好不好 他們的乖離率參考在這邊 10% 20%跟40% 好 然後右邊就是剛剛所謂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小技巧 就是當我們看到 季乖離出現這個 20%以上的時候 就可以有機會出現止跌 然後KD出現 在低檔黃金交叉的時候 也是出現另外一個買進訊號 等到股價正式站上10線 正式轉強 低檔噸化是說 小於20還是說黃金交叉 基本上如果能夠在小於20 又同時出現黃金交叉 這樣是最完美的 那只要小於20 基本上就差不多就可以 就比較完美 就隨時準備發起 然後在賣出的時候 就是突破跌破季線 然後跌破十日線的時候都要出 對 如果反彈弱勢 連十日線都站不穩 那這之後就直接砍掉 好老師我已經把它學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一次喔 大型股 大型股我們來看一下喔 大型股 我們放大 月季年先記一下喔 50 20 都乘以2 50 20 然後再各乘以2 10 20 40 這是小型股 好不好 是 是 然後買進就是這邊 這邊 60日 這個 乖離 20% 都是20 20 然後死 股價戰爭十日線 對 然後跌破季線 跌破那個 那個十日線 就是 賣走 賣超 全部把它了解一次 沒錯 這個這種 背中短期的我還可以啦 老師謝謝你 這個沒有 這個 不可不 因為要趕快背起來 因為要結束這一切啦 老師 我站了有點久喔 謝謝你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情況 謝謝大家 瓊式開清庫 強反彈密碼 就是 20 1 0 5 7 20 沒有25幹嘛0啊 我要輸定啦 我會錄到累了 老師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頻道是什麼 是 瘋狂股市福利社 還要按讚留言喔 那留言你可以問問題啊 好不好 我覺得怎麼樣 想看什麼教學單元 我覺得小甜心 怎麼今天話比較少啊 好不好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 他可能害羞 好不好 這害羞 今天像馮元甄這個很開心 回去Google一下 馮元甄是誰 好不好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上線 一上五解盤 二思教學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年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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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蛇蛇救救我 救救我 你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因為 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何止 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你 千斤頂你 快一點點 千斤頂你 殺最低 哈哈 都不會贏 circular 怎麼都不會贏 打狂 hak 還 batter了 要了 我這一次會說過 怎麼大部 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咧 反正 看起來abanda 好紛 我oles 喂 今天的空半 完全反而解決變成一個點 你最最高 上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觀禮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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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賞在你身上 我認賞在家裡